王金平呢 可能千算万算算不到 出个国几天去嫁个女儿 回来的第二天就被撤销党籍了 面临这么大的一场风暴啊 不过呢 嫁女儿这件事情 王金平也是保密到家 不但驻外代表呢 完全不知情 婚宴当中的照片啊 影片啊 都被保全给控管 严禁外流 之前不是有消息传出来 王金平的女婿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啊 父几代啊 结果王金平的夫人说 没有啦 女婿是这样告诉台湾人 夫人是还蛮满意女婿的 慢慢走 慢慢走 一百分是不是 一提到女婿 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夫人 脸上挂着笑容 一点也感受不到街趟马来西亚之行 意外带来的庞大压力 对于外界有消息传出 二女儿王心淳是嫁给马来西亚 化自己的肩膀的YTL集团创办人 杨总理的孙子杨公耀 院长夫人也赶紧澄清 女婿听说是他们这个杨家 不是啦 说女婿只是平凡的台湾狼 不是外界说的养工药 不过即使如此 丈母娘看女婿可是越看越满意 一家人飞到马来西亚的方科岛 王金平嫁女儿刻意保密 不像政坛大佬办喜事的铺张奢华 就连王家女婿的真实身份 到现在都还是个谜 可见宝贝女儿要求低调 王金平恐怕也不敢说不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导 我好 我好 我们好